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黄鱼又叫石头鱼、黄鱼等,是生活在我国近海的一种主要经济鱼类。 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在大海里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纯野生的鱼了。 今天在市面上销售的大黄鱼都是人工养殖的。 像这种网香养殖的大黄鱼,一般一年多时间就可以上市,售价大约在20元左右。 那么,能卖到上万元一斤的大黄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就在我旁边,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尤信玲。 来来来,小油,和我们的哥们展出招了。 尤信玲,今年37岁,福建宁德市郊城屈人。 宁德市金圣水产有限公司经理,养殖大黄鱼已经十余年。 今天晚上捕捞的这些大黄鱼并不是尤信玲自己养殖的。 由于自己有销售渠道,所以尤信玲还常常收购别人养殖的大黄鱼,经过加工后再上市销售。 今天晚上,在这片养殖区,尤信玲用了近四个小时,花了近80万元,收购了25吨大黄鱼。 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加工昨晚收上来的大黄鱼。 加工好的大黄鱼,大多出口到韩国、日本等地。 2006年,尤信玲开始在北京、沈阳等地设点销售自己的大黄鱼。 让尤信玲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内,他了解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销售大黄鱼的秘密。 他自己也最终因捅破这个秘密而受到人身威胁。 那么,大黄鱼销售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呢? 说起大黄鱼的销售秘密,不得不从大黄鱼的自身特点说起。 大黄鱼是一种很奇怪的鱼,一是活鱼不能长途运输,再就是在捕捞时不能见到阳光,必须等到天黑后才能捕捞。 说白天如果收的话,它是白的,只要一定要等到绿落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收,才是凡的。 大概会变黄吗? 才会变黄。 黄鱼的话,它有个线下体色素,它到晚上的话,天黑的话,都会昏迷出一个线下体色素。 白天如果是昏迷出来的话,就被这个太阳的紫外星一照射,这个线下体色素会自然消失掉。 如果白天捕捞,大黄鱼变成白色,也就失去了大黄鱼的特点,这样在市场上也卖不了好价格。 而大黄鱼不能以活鱼的方式运输的特性,造成市场上很难见到鲜活的大黄鱼出售。 它这个脑袋里面有两颗脑石,脑石的话,经过这个运输的话,什么震盾了, 它的两颗脑石的话,就会产生这个一种应急反应。 那应急反应的话,这个鱼的话,身体就会昏迷出很多的这个昏迷物。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水都觉得很臭了,这样的鱼都没法呼吸,就会很容易就死掉。 大黄鱼不能长途运输,所以在市场上见到的大黄鱼,都是冷冻后再卖到消费者手中。 而冷冻大黄鱼的过程,也埋藏了一个被游信林捅破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几乎是当时国内一些大黄鱼经销商人人皆知的业内潜规则。 那么,冷冻的大黄鱼里,到底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 把鱼先冷冻,几冻,冻完之后,然后拿出来上上冰衣,就是在冰水,用冰水上上冰衣。 然后就是,如果要增重多的话,就是上完冰衣,然后再拿到几冻鱼再冻,冻完然后再上一道冰衣, 一般就是上两道冰衣,两道冰衣的话就是可以增重到百分之三十,二十五到三十这样子。 大黄鱼冷冻后,再加水冷冻,如此反复几次,大黄鱼的重量就增加不少。 业内人士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渡冰增重。 渡冰增重的大黄鱼,冰块也卖上了大黄鱼的价钱。 这是以前那个渡冰衣的红花鱼,你看看,那个冰衣很厚,而且这个鱼呀,你看颜色也不是很好。 咱们再要一下分量,你看看,这条鱼有三百四十克。 你看,冰衣,你看,这个鱼,你看,你看这冰多厚啊。 像那一穿那一身砍夹的啊。 对,你看,最后,刚才三百四十克,现在是两百五十克,光冰就一百一十克了。 再把鱼切开看看。 刚才我们那个包冰的那条鱼,你看看,切开了之后,中间那个冰,你看,冰筋,你看,刀下去还滋滋滋的呢,你看。 哦,这里边,鱼流里边也有冰。 你看,这更多。 以前市场上绝大多数打黄鱼都是反复冰冻加重后,上市销售,消费者吃了亏也无可奈何。 游信玲在决定开辟国内市场时,也了解到了这个秘密。 但是她觉得,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她要打破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 2006年的冬天,游信玲在北京的销售点开张了,她推出了真空包装的打黄鱼。 真空包装,是先把鱼装进袋里,抽出空气后再冷藏。 这样,不仅使鱼的鲜味得到保存,更重要的是,真空包装不会渡冰增加重量。 消费者的环境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鱼,就是说,鱼金鱼两。 第二个,这个吃着的话,口感的话,就是非常好,味道也非常鲜美。 刘信玲采取货真价实的方式销售的黄鱼。 这让很多原本销售冷冻大黄鱼的人,生意越来越不足。 市场这个氛围就慢慢大起来了,它这个鱼冰衣的这个市场就慢慢都是缩小掉了。 也就是我们这产品一出去,他们的产品,大量产品就卖不得了。 打电话的人是谁呢? 自己再销售下去的话,摊位真的会被人砸掉吗? 刘信玲在那几天时间里,有些不知所措。 我心里也是很害怕的,因为毕竟别人在暗处,我们在民处,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人神地不足的也没几个朋友。 就是怕关于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行动的话,我们一个人在外的话,也会担心。 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呢? 游戏凌觉的,一个人在外有些孤独无缘,于是向家里人说了自己遭受变化恐吓的事情。 远在福建宁德的家人,先到这个消息后,周围游戏凌的人身安全,感到烦心。 悟母亲是坚决防队,赶紧回来。 他说我们现有的企业已经开始慢慢发展,我们赚的钱已经够花,没有必要这样子的,冒这样的风险。 家人的催促,自己的焦虑,是选择继续留在北京销售,还是收摊回家呢? 游戏凌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温馨自问,难道足今足两尝试做生意,有什么不对吗? 当时想不想要去报警呢? 当时的话,我们也没有,就是说,像这种电话打一个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政治人就没有去报警。 如何防范未知的袭击呢? 游戏凌在接到电话的那几天里,充满了警觉。 但是,市场上稍微有些异样,自己就会加强防范。 然而几天过去了,袭击始终没有出现,游戏凌的心理也逐渐有了笔记。 起初的话,还有点害怕,特别想一下这个东西的话,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人家就突然说,一个电话,我们就是成绩就不错了,是吧? 肯定是成绩还是照样要做,是吧? 这样坚持半个多月,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游戏凌觉得,邪不压正,别人也是虚张声势。 她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真空包装的大黄鱼销售是越来越好。 一些以前卖冷冻大黄鱼的销售商,也开始向游戏凌进货。 半年时间下来,原本加工冷冻大黄鱼的厂家,都开始改用真空包装了。 现在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我们这鱼鱼销售,现在基本上在市场上的那种包冰,以前包得很厚的那种,基本上就没有了。 游戏凌当初也没有想到,服役之中自己打破了大黄鱼销售,长期以来形成的渡冰加重的潜规则。 一个隐藏很久的秘密,再也不复存在。 真空包装的大黄鱼销量越来越多,游戏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没过多久,原本整天乐呵呵的游戏凌就有些乐不起来了。 那么游戏凌这一次,又碰到了什么难题呢? 2007年3月的一天,游戏凌决定把北京的销售委托给朋友来做,自己回福建老家去养殖大黄鱼。 回到宁德市,游戏凌租了一万多亩海面来养殖大黄鱼。 008年2月份的一天,游戏凌在鱼牌上巡视时,发现有鱼在网箱上不断摩擦。 开始自己没有留意,但是这些在网箱上不断摩擦的鱼隔天就开始死了。 游戏凌仔细查看了死鱼,发现身上有白色的点。 再加上大黄鱼有在鱼网上不断摩擦的现象,游戏凌初步判断,大黄鱼应该是死鱼寄生虫病。 于是,它采取了一种很传统的防治寄生虫病的方法。 以前采取这种方法,防治大黄鱼寄生虫病很有效果。 但是这次,泼洒石灰水后却没有制止住大黄鱼病情的蔓延。 泼洒石灰水的第二天早上,网箱里又有大黄鱼浮在水面上。 全部都是这样的,有的臭的嘛,浮上来都臭掉了,有的肚子朝下来都快要死了,还会注意一下。 泼洒石灰水没有效果,难道大黄鱼不是因为寄生虫而导致死亡吗? 在观察一些死亡的大黄鱼时,游信宁又怀疑大黄鱼患上了肠炎。 一般都是把额料给停了,就是一般肠炎病的话都是吃的太多,然后才造成了这个肠炎病。 那我们就是说,有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额料给停了几天,让它这个清新尝胃。 虽然停止了逃味饲料,几天过去了,不仅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相反,大黄鱼开始出现大量死亡现象。 那就水面上都是白白的了,满框上面都是白白的,死得很厉害。 时间这么短,我们也来不及。 就进行这个黄鱼措施了,没办法做。 看着网乡里即将上市的鱼大面积死亡,自己却束手无策。 在那段时间里,游信宁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饭吃不下,叫睡不好。 每天清理出去的大量死鱼,犹如把到手的财富白白扔掉。 一想到养鱼还借了别人的钱,游信宁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担心和恐慌。 当时我们就把所有的积蓄了,还在别人那边借了一大部分的钱。 因为养鱼这个东西的话,一般都是自己一部分钱,然后要到别人那边。 就是说养到快上市的时候,后面几乎都借来了。 那么大黄鱼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游信宁四处向同行咨询,也没有得到一个准确可靠的塔木。 后来,找到了一位大黄鱼繁育方面的专家。 他把这位专家接到自己的养殖场实地检查了一遍。 专家后来的诊断证明了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大黄鱼得了白点病。 白点病其实也是一种因寄生虫而引起的病变。 长时间寄生在鱼体,就会鱼体又形成一种硬积黄鱼。 硬积相当于,类似于就是人的过敏,它还能为过敏。 稍微半动一动一样,它就硬积,硬积黄鱼还能为休克,就死掉。 治疗白点病其实很简单,如果鱼群里很少一部分感染的白点病,只要用硫酸酮治疗即可。 但是,防止大黄鱼大面积感染白点病,却需要解决水源问题。 最主要呢,要保持这个水流畅通,就往人家养殖区的水流畅通,水质清新,水质又流通,把沾的水即使地流走,流走水都是清新的。 里面就是说,干磷的含量要比较低,这样就自然而然就会好了。 游信银几百个网腔连在一起,造成海水流通不畅。 网腔里的海水得不到及时更换,而造成负营养化。 这样,大黄鱼最容易感染白点病。 等游信银明白了这个道理,已经有些晚了。 自己想重新布置网腔时,即将上市的鱼已经死亡的差不多了。 当时损失的话,大概,出发估计的话,大概在三四百万这样。 但那时候三四百万的话,已经是很多了。 自己的钱花光了不说,还借了别人的钱。 原指望大黄鱼上市后,能大赚一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自己还道歉的一批不债。 一向自信的游信银,也有些灰心丧气。 兄弟几个人,这个觉着睡不着,还有在外面借了很多钱。 几乎那些损失之后,我都几乎两三个月都没出门,在家里面。 怎么不出门了? 就是不知道去做什么了,损失了这么多。 俗话说,吃一欠,长一智。 从大黄鱼大量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后,大黄鱼养殖也再也没有出现大面积死亡的现象。 销售不愁,养殖顺利,游信铃的事业真正扬帆起航。 但是,让游信铃时常感觉遗憾的是,养殖的大黄鱼和野生的大黄鱼在卖价和口感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它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野生的大黄鱼,它这个头部比较尖一点。 然后你看,我这个养殖的话,头部就没有那么尖,然后比较短。 这个野生的大黄鱼,它这个嘴巴是红的,这个就没有,嘴巴就没有那么红,就差一点点。 还有这个胸膝这块的话,我们辨别的胸膝这块的话,野生的这个胸膝的话比较长。 我们养殖的话,就这个胸膝的话有点像圆的那样子,就比较短。 这野生的大黄鱼很贵的? 野生的大黄鱼像这种的话,一般一斤以上,一斤就买一千五。 一斤? 一斤一千五,然后两斤的,一斤一般买到两千五到三千。 那三斤呢,一般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价的话,就是三斤以上呢,就五千块钱一斤。 然后到五斤以上的话,就一万块钱一斤。 那个现在见到这个野生的大黄鱼比到见到大羞毛还难,就是说一般你有钱还买不到。 野生大黄鱼卖价高,自有它的道理。 不仅物以稀为贵,更重要的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口感比养殖的要好很多。 怎样才能使养殖的大黄鱼接近野生鱼的口感呢? 游信林后来听说,有人正在尝试一种名为生态养殖大黄鱼的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养出的鱼和野生的差别不大,卖价也达到了几百元一斤。 但是生态养殖大黄鱼成本高,而且所面临的风险也很大。 游信林听说后,心里为之一动,立马决定自己也试试。 那么在大海里如何搞生态养殖呢? 游信林搞生态养殖大黄鱼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这片水域就是游信林搞生态养殖大黄鱼的地方。 2009年,游信林花了三百多万将这片五十来亩的海面用鱼网围了起来。 看似平静的海面,其实下面是暗流涌动。 这也是游信林选了很久才找到的一块适合搞生态养殖大黄鱼的海面。 这种换生态的,一定要在这种港道的地方,流水机。 经过这个五六年,三年的这种冲刷,鱼这种逆流,就是逆流的话冲刷, 然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它的肉质的口感就会变得很好。 生态养殖成本高,主要是鱼网用的鱼。 五十五水面下,全部铺的是鱼网,第一次投入后就没有什么协销了,基本不用投喂饲料,大黄鱼自己觅食。 同时也没有什么病悍。 游信林的这个生态养殖场的鱼已经养了四年,估计还得养两年才能上市。 一斤能卖三百多元,像这样一条鱼就值四五百元。 所以游信林照料起这些大黄鱼时,更是谨小甚微。 然而,让游信林始料未及的是,四年多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损失。 去年八月份的一个夜晚,却跑掉了价值一百多万元的大黄鱼。 之后检查发现,海面下的鱼网没有破损,水面的鱼网又这样高。 那么大黄鱼是怎样跑出去的呢? 还有粗的时候,水大潮满潮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水满潮了。 这个水就漫过我们预定的水位,那个网都盖过去了。 所以那天晚上,鱼越围跑了一万只站。 原来,长大潮的时候,海行面会上风不少。 如果再加上大风的话,即使是这样高的鱼网,也会被淹没。 就在记者采访时,刚好有超强台风即将登陆。 游信玲和员工们更是无力很大。 一个是台风,一个是潮水,这个对我们都有影响。 像最近的台风,天兔,它虽然说在广东那边上头登陆,但是它这个雨量也很大,风量也很大。 虽然做好了预防台风的准备,但是这两天,游信玲还是放心不下。 都很担心,晚上的话都睡不着觉,都要这个时刻关注着这个台风的走向,动向。 万一台风不知道哪一年根本夸早的,我们就全部都没有了,全部就学买无规了。 在忐忑不安之中,超强台风过境,网乡顺利扛过了风浪,游信玲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定。 看着涨势喜人的大黄鱼,游信玲心里却不时有一些担心。 因为目前市场上,有商贩给大黄鱼上色,让其看上去更黄而冒充生态养殖的大黄鱼都见出手。 那怎么判别呢?到底是自然那种黄还是染上去的? 如果是自然黄的鱼,它身上很光滑,它有这个粘液,很光滑。 暖上色素的话,这个鱼的表面上很粗糙。 还有一个,它的黄的话,不是这种金黄,是那种有点带红的那种黄。 游信玲时常在心里想,等到自己生态养殖出来的大黄鱼上市后, 一定要在市场上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下,交汇消费者如何辨别善色的大黄鱼。 游信玲以它的勇气打破了大黄鱼一直以来渡兵增重销售的潜规则, 用它的诚信打开了市场,从而扩大了大黄鱼的养殖规模。 游信玲的成功,验证了如今商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诚信。 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诚信二字, 因为诚信是事业成功的起点。 好了,养着风险,投资心底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萧飞,我们下期再见。